女明星的腿型向来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即便如今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只要拥有百万修徒师就能成为完美的腿精 但离开后期披图和滤镜的掐持 谁才能真正保留住美腿女神的头衔呢 一段时间随着王力宏事件的发酵 白兔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在回顾这对双胞胎姐妹过往故事的同时 不难发现她们经常会站立时交叉双腿 比如在综艺《明日之子》中 两人的站姿就在选手队里显得格外抢眼 许多观众猜测他们是为了降低螺拳腿带来的视觉冲击 金星也曾在某等节目中直言白兔的腿型不是很直 但两人非常聪明很会弥补自己的不足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 刻意的演示更容易吸引大家的视线 而且不恰当的站姿也是造成螺拳腿的一大因素 长期的交叉战力反而不利于腿型的改善 胡锦岩虽然高高瘦瘦 身材比例匀秤 却也是典型的O型腿 小腿脚踝内向 膝关节以下部分外扩 导致其走路时略显不自然 软如行走的远规 空有两条潮汐的腿 在电视剧《我的砍价女王》中 和旁边身材出众的林更新仪对比 胡锦岩的腿部缺陷就更加被放大了 尤其是过度宽大的腿缝显得格外突兀 刘涛也有一双和气质不匹配的腿 在许多路透图中 可以看出他内巴十分明显 大腿往内侧弯曲 膝盖和小腿外扩 加上其不算瘦削的身材 分分钟就掉下女王神坛 玩了算舞美同台亮相时 直接暴露腿部缺点的造型 更使得他被另外几位 本就身材出众的女明星 无情面牙 并无数网友打跌眼镜 当然旁边的杨子也没能逃过大家的吐槽 童星出道的她是公认的乖巧甜美系国民闺女 近几年来更是凭借在各大热播影视剧里的不俗表现 收获了不少好评 但其工作室的诈骗式P图 却予次把她推上风口浪尖 明明上身粗壮拥有肌肉腿的她 在精修图里摇身一变 成了盘量条顺的拔头身大美女 不出意外引起了网友的极度逆反 声称其不是照片而是照片 胡冰青也是出了名的赶辟图 在某次盛典上 她身穿黑色礼服裙亮相 维形某胸和侧边高开叉的设计 显得她高条优雅 堪称风情万种的代名词 露出一条大长腿也是白皙又笔直 令无数人大呼羡慕 但现场媒体一放生涂 大美女滤镜瞬间粉碎 最引人注目的细长腿 分分钟被打回大象腿原形 不仅坠肉颇多 还略显弯曲和精修图大相径庭 袁珊珊也是如此 某次她晒出一组黑白色调的定妆罩 黑色西装加丝袜高跟的搭配 让她多了几分情熟味道 垫肩和身微又使得她性感至极 加上她纤细修长的四肢 以及冷漠凛冽的眼神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她强大的气场震慑 但到了活动现场的红毯上 袁珊珊便在各大媒体的镜头下 现出了原形 不仅那天大长腿消失不见 被粗壮了萝卜腿取而代之 就连显身材的下衣失踪式穿搭 也成了累赘 把她五五分的比例暴露无疑 也难怪网友都纷纷感慨到 没有百万修图师 欲杰只能变素人 在另一档综艺节目里 她也被这种极度考验身材的打扮 脱了后腿 当日她身穿一袭白色西服 短裤套装亮相 本以为能靠干练下爽取胜 没想到已站到台上 反而是露出的双腿牢牢占据了观众的视线 神仙姐姐刘亦菲 虽然颜值爆表 但她的腿形却并不尽如人意 不论是身穿短裙还是长裤 她没有脚脖子的事实 总会令不少网友坦言幻灭 在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发布会上 她和羊羊同框合影 170厘米的身高占了优势 但双腿却落了下风 甚至看起来比羊羊还要粗 好在她的美貌已经足够吸睛 能让大家自动忽略她身材方面的不足 另一位公认女神高圆圆 也有一双和盛世美颜不相适配的腿 以清纯著称的她有不少出圈的节拍照 但她的路透生涂就没那么完美了 尤其是她身穿各种紧身长裤时 粗短腿的特点就会分外明显 不过她似乎并不是那么在意 对衣着的选择 四伏常以简单舒适为主 偶尔她也会靠长裙遮盖住自己的小劣势 加上她清新可人的气质 令不少人都纷纷为之着迷 现在的她俨然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牌照达人 自然舒展的肢体动作 温暖人心的招牌笑容 都是她的全粉利器 Andra Baby则是因为五五分身材 导致部分气场流失 虽然她经常靠顶级美貌 和华丽礼服裙艳压四方 在各种精修照里也是比例逆天的存在 但脱离后期技术的加持 高调女神鸟变娇小美女 在综艺跑男的一众照片里 她的小短腿显得格外强眼 不够流畅的腿部线条 也多少还是对她的气质产生了影响 沈月也是典型的小个子星人 早期的她凭借日系甜美氛围圈了不少粉 从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到流星花园 其虽然五官不算精致 却靠开朗的性格和灵动的演技 打动了许多人 不过她的身材短板 也总是被大众无情吐槽 过度发达的斜方肌五五分的比例 肌肉过剩的腿 都使她的邻家女孩形象大幅削弱 还有网友称其毫无敬业意识 前前条件已经有所不足 还不把身材管理放在心上 甚至还带着这样的身材体态 拍了一部又一部戏 在电视剧《流星花园》的发布会现场 神传白衬衫和黑短裙亮相的她 就直接把自己的小缺陷暴露了出来 和一旁的网鹤地形成惨烈对比 她在剧中的一段背影戏 也令人印象深刻 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她 不仅外形臃肿 而且体态糟糕 可谓是以一己之力 摧毁无数人对山菜的远幼印象 令不少观众大呼会惊念 好在如今的她 终于把减肥提升了日程 专注于健身运动 成功摆脱了粗腿标签 重申继身甜美系小花行列 林云儿的螺圈腿也没少被吐槽 作为公认的国民女神 林云儿在研制和业务能力方面 都是毋庸置疑的优秀 即便已经出道15年 依旧能在爱豆渣堆的韩国娱乐圈里 一直稳战顶级地位 并广受喜爱和认可 动可活泼 静可温婉 双伤也是出了名的高 不过除了这些闪光点 时常被大众称道 她的腿形也是大众观众的焦点 严重外翻的小腿 使她的整体气质大打折扣 有时候甚至比她的盛世美颜更为吸睛 虽然她偶尔也会采用 交叉站立的方式 掩盖自己的腿形缺陷 但真正令大众改变对其印象的 还是她现在经过校正的双腿 本就拥有身高优势的她 如今还把大长腿变成了自己的标签 整个人也多了分稳重感 杨幂早期也有X型腿的问题 虽然因为身材轻瘦 她的腿显得又细又长 但美中不足的是 她双腿的弯曲程度十分夸张 不管是站立还是行走 两个膝盖都会不由自主地相互吸引 再加上严重外翻的小腿 与神气质不免锐减 后来她膝盖内扣的问题有所改善 但X腿又变为了O型腿 好在如今她已经蜕变成了腿筋 拥有一双堪称完美模板的漫画腿 又白劲又直挺 并且瘦而不弱极具美感 身高170厘米的孙姨 虽然拥有一天长腿 却也还是逃不过被大众吐槽X型腿 尤其是走起路来 她的膝盖就特别容易向内并动 不过这点小缺陷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大家更多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她绝佳的气质和衣品上 近年来在各大秀场晚会上担任常客的宋茜 虽然时尚品位饱受称赞 但她的腿型却没少被诟病 尤其是霍峰精英女神时 她拉垮的身材和乙态 让许多网友深思 到底是其修容师的技术太过高超 还是自己的视力出了问题 不过她的双腿虽然肌肉感十足 但却有一种健康美 加上她常年练习力量型舞蹈的经历 又令不少人自动为她增加了一层野性美滤镜 当然娱乐圈也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腿型 李希瑞就是其中一位 她堪称完美的腿型 总是令人一不开眼 再随意的穿搭 也能展现她的身杂优势 迪丽热巴也拥有一双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大长腿 加上她深邃精致的五官和凹凸有致的身材 让不少人感慨上天她也过偏心把优点都送给了她 唐嫣也是出了名的眉腿女神 本就初衷的身高搭配治愈的甜笑 一秒就能令人沦陷 管小彤的上半身虽然没少被抨击 但她的大长腿却是公认的优秀 走起路来气场全开 江书颖不仅坐拥白到发光的皮肤 还有风情万分的气质加成 一袖长腿令人由衷感叹 生徒杀手名不虚传 于可为则是因为一双腿就被辨认出身份的奇特存在 毕竟她的大长腿是出了名的完美 不仅白皙无瑕 而且细长直一样不少 如此看来 在美女扎堆的娱乐圈里 腿型不佳的女明星并不在少数 有些人会通过衣着打扮来掩饰不足 有些人则是靠其他闪光点来吸引大众视线 比如胡冰青 在宽大的戏服遮掩下 观众本不知胡冰青真实的身材比例 可她却自己暴露了不足之初 今年6月7日 胡冰青顺装打扮出席时光升典 她身穿一鞋黑色抹胸高开叉去亮相 可谓是相当破格 虽然后来工作室发布的清秀图十分亮眼 但网上曝光的现场生图却引起了众人质疑 头中的她 镜子开叉过高 现在十分不雅 再看身材比例 即使已经穿上又细又高的高跟鞋 她的上下半身仍然差距不大 再加上与模特身材的高位光一度同框 胡冰青的身材劣势变一目了然了 沈月长了一张林家妹妹的可爱脸 笑起来很痴疑 充满日系少女感 单看颜值的话 沈月绝对是标准的清新美女 但镜头一转到身材的时候 就会显得落差很大 尤其是早期刚出道时 出了机场生图毫无女明星气质可言 参加活动时 也经常暴露腿粗以及腿短的毛病 就算是在电视剧和综艺里 一旦镜头给到她全身或是腿部特写 也一眼能看出她的身材比路人还要普通 一些电视剧的路透生图更是堪称黑历史 无论是蹲下来 还是和王和弟一起并肩行走 这些画面一度让观众大跌眼睛 不过沈月子出道以来 一直在做身材管理 如今已经逐渐改善了腿粗的问题 虽然身材比例不可逆 但她也越来越懂得用造型来扬成补短 与以前相比 整个人都精致了不少 周冬雨出道便是山家树之恋里 清晨无敌的某女郎 几年后又阴气与暗生爆火 可是论初期的衣品 最有一股得罪造型师的感觉 在论身材 周冬雨个矮流行平胸 在几个当红小花蛋里根本不算突出 而且刚出道时 由于周冬雨上半是米下半身手太多 所以小腿线条稍微不寻云 就会对比特别强烈 上镜后也就显得更加腿短腿粗 尤其是一张泳装生活照 而周冬雨完完全全拍成了五五分的身材 不过身材比地不佳 胭脂不够出条的周冬雨 还是成为了娱乐圈里的人气花蛋 如今更是有三斤以后的荣誉棒身 她的造型也是已精致了起来 在近的红毯上 周冬雨总是会穿上露出腰心的礼服 既展现了自己细腰的优势 又通过这个细节拉长了视觉上的身材比例 说到身材的话题 阿肖总是榜上有名 自出道以来 她总是一边因无敌的颜值备受追捧 一边又被腿粗以及腿短的问题所拖累 再加上阿肖早年总是平时离乱戴衣服 燕姿也经常给观众带来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 私下和阿萨一起合照 比起阿萨一身休闲装 戴了绿色色性裤子再配上运动鞋 令人迷惑 就算是正装出席活动 阿肖也会给自己搭上黑色紧身皮裤 或是黑色透明丝袜 总之就是完全暴露了自己的不足 不过近年来阿娇的衣品上升了不少 穿上长裙遮住下半身的她 身材比例的问题顿时消失了 观众的视线也都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邓子齐曾经和阿娇一样酷爱穿皮裤 纵蓝早期的造型图 她的皮裤堪称五颜六色 红的蓝的粉的紫的灰的黑的 应有尽有 毫不夸张地说 邓子齐凭一喜之力带动了整个皮裤业的发展 但那时的她也因为皮裤暴露了身材比例问题 虽然这些高腰的皮裤 第一眼看上去显得腰线很高 但只要细看就会明显看出 当不到上下半身的距离是相差无几的 好在如今的邓子齐已经变瘦了 穿搭也时尚了起来 简简单单的造型都能尽显甜美的气质 说起了言 大多人印象中的她都是魔鬼身材 可实际上 从她的泳装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她的腕线离当部的距离有点远 整体上便是腰长腿短的样子 衬穿短裙在活动现场与杜鹃 以及张天爱同框的时候 也能看出她的比例明显不如另外两人 而推断也是刘盐自己也承认过的 不过一旦穿上精心设计的长情 刘盐的比例问题便会全部被掩盖 观众只会看到她的优点 无形曾经也是众所周知的粗腿担当 在快本十年 她一直被称为绿椰 在节目上留下了无数个身材比例堪忧的画面 她也因此一直被网友调侃 不过无形也一直在锻炼腿型 如今已经完全退去了肌肉腿的样子 浪切舞台上的她终于不在佛系 呈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舞台 只是穿上短裤与其他姐妹同框时 还是能看到她与别人在身材比例上的差距 屈椰衣可谓是行走的变美模板 恢复神功的妆容可以瞬间让她从一般美女 变身为引起求美中博主 疯狂模仿的经验港风美人 而她的穿搭也一直在线 因为腿系 所以刺下穿上宽娜的卫衣 活脱脱就是一个纯玉风美人 走上红毯 她运用黑色丝绒礼服经验众人 至于唯一一次翻车 便是那条绿色亮片云尾琴 如果光看上半身和静修图的话 巨星翼的造型十分高级 氛围感也十足 可惜一旦镜头拉远 巨星翼身高和比例的印象一览无余 她像是一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子 再美再精致的妆容也失去了魅力 顺带一提 巨星翼和武艺一起参加快板时 高雄要求武艺说出巨星翼的三个优点 武艺耿直地说 巨星翼的身高就是她喜欢的身高 此时巨星翼的表情都笑了一众网友 羊子也一直被身材不佳的争议生伴随左右 露智惺惺笑时 她还耿直地说自己身材比例不佳 腰长腿短 也正是因此 即使羊子有着实打实的167身高 但一色羊子生涂 总能看到一些显胖又显爱的照片 不过即使是身材比例不佳的她 也有着修长又挺直的尖紧线条 近年来的造型 羊子总是扎起完字头 穿上衣字领的礼服长裙 尤其是微博之夜上的紫色纱裙 显得她又迷人又可爱 明明心里还有一位 弯弯没想到的五五分身材 那就是安州拉贝比 明明是模特出身的她 其实根本没有逆天的大长腿 用装造型时 上半身的长度与下半身 几乎是相差无喜 在平地运动鞋当道的跑男节目中 贝比也时常留下身材比例堪忧的照片 而观众平时看到的经验造型 其实是拖了造型师提高腰线 让长臂短的功劳 不过贝比的腿虽然短但是非常稀 因此只要穿上高跟鞋 就能弥补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 那就是贝比的手臂十分细长 一个人如果胳膊长 就会拉长下半身 让下半身看起来比实际长 正是在颜值腿细以及手臂长的蹭蹭作用下 贝比的造型总是能达到轻艳的效果 也很少有人能发掘她的实际比例问题 说到手臂长能拉长比例 那么反之 手臂短也会大大影响整体比例 赵丽颖便是这样 身为娱乐圈里绝对的小蓝腰 无论走到哪 她的身材和颜值都不会输 但是看到赵丽颖和贝比的同框图 虽然两人的美貌全都令人惊艳 但是明明卑鄙的实际比例较差 却让这一身造型再加上修伤的手臂 大大优化了她的整体 反而是手臂较短的赵丽颖显得烧心一筹 和哪叉站在一起 也明显看出手臂的差距 此外娱乐圈里公认的小短手便是霍丝燕 统一件蓝色大衣 穿在她身上与穿在居小纹身上 有着极大的差异 而别的女明星同框就更加明显了 身高只比霍丝燕高一厘米的景田 将统一件蓝色礼服穿出了真正的气质 和非常优越的孙芬妃站在一起 霍丝燕也显得拘谨不自然 和早已淡出娱乐圈的精巧巧同态现唱 两者手臂之间的差距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霍丝燕即使颜值优越 头也不算短 但穿衣服总归是少了点气质 比起女明星能用长裙 恨天高等设计演示比例不好的问题 男明星就显得困难很多了 比如十年如一日被调侃身高的黄晓明 撇开旧招不谈 即使是最近去游成功的她 也能让人明显感受到身材比例的问题 今年与姚安娜一同现身长沙录制中餐厅的时候 两人的同框图引起了网友热议 黄晓明与姚安娜正在同一台阶上 身高也差了一个台阶左右 但两人的腰线却几乎处在同一水平 就算只看黄晓明一人 她的五五分身材也十分明显 陆寒虽然有真一天的颜值 以及足够的成跳实力 但她的身高与身材比例却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拍摄提迷暴击时 与比例却下的关小彤同框 她一下子就失去了身高优势 反而在视觉上被关小彤称托成了五五分 张艺兴依然 她的个子不算特别高 可也不是特别长 在那张关小彤和陆寒的同框图里 也有张艺兴的影子 而一身白衣的她同样暴露了自己的身材比例 XO时期与队友同框的图也能看出差距 不过张艺兴的上半身非常性感及优越 这也是她能够作为CK内衣男模的原因 如果问哪位男性的比例博好 最让人震惊 那一定是杨阳 观众对她的影响一直是气质如松的 拼拼美少年 最先出演《你是我的荣耀》 更是引起了一番赞叹 可实际上 回看当年薇薇一笑时期的路透 杨阳明明比正爽高了大半个头 但腰线却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 而她的腿性也一直受人诟病 不过话又说回来 杨阳精致的五官以及挺爬的气质 能够让人忽视这一切不足 郭敬明的比例无需追溯 无论是与居心一同框的照片 还是参加活动时路透的生谱 随手一搜都能看到她明显的五分身材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郭敬明的能力 她的小说与电影总是能够畅销 最后每个人都想要完美的身材 但是天生的比例无法改变 我们只要像明星一样 在穿搭的时候扬成避短就能精准避雷 而且除了身材 其实气质、实力和才华 更是一个人魅力的加分项 美貌容易消失 内在的东西却能永恒